望线春风溢色,第六集,魏英 你不可以背着我偷偷娶别的小精灵 你要是敢娶别的小精灵,我就哭给你看 魏英,魏英 我现在就要和你成亲,因为母亲说了 成了亲就得负责 只要你和我成了亲,你就不能再娶别的小精灵了 魏英,魏英 大树爷爷已经同意我嫁给你了 以后你就是我的小相公了 你要对我负责,不然的话我就不理你了 魏英,哒哒说母亲不在了 你知道什么是不在了吗 魏英,明日就是见母亲的日子了 我明日就不来找你了 等我见过母亲,我给你带糖葫芦好吗 魏英,你要记得想我 要很想很想的那种 等我回来一定给你带很多很多甜甜的糖葫芦 时间悄然而逝 那些围观这场成亲的小精灵们已经逐渐散去 剩下蓝望鸡和魏英还留在大树爷爷面前失神 魏英清晰记得 他第一次见到蓝望鸡是在他七岁那年 那时的蓝望鸡还是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团子 小团子生着一双宛若琉璃一般的眼睛 长得甚是好看,但却傻乎乎的,竟连何时误入的蜜林都不知 只一心想要抱走他养的那两只兔子 后来,好像是因为得知他住在蜜林中 唯有两只兔子作伴,小团子才因此歇了心思 但是,自那以后,小团子便经常往蜜林中跑 哪怕得知了林中住着吃人的精灵 小团子依旧没退缩,得空便来找他 吵着闹着要和他做朋友 那时的魏英很是迷茫 他自知自己是个不幸之人 遇上活泼的小团子究竟是福还是货 他也不知 可他却不想见到小团子伤心的样子 小团子伤心,他也跟着伤心 他想让小团子笑容永存 永远开开心心的 因此便默许了小团子来林中找他的行为 久而久之,魏英发现 活泼的小团子就像是一束光 照进了他枯燥乏味的生活里 小团子很活泼,却也很乖很懂事 他又记得,小团子在得知他身上的秘密以后 只是自己偷偷躲起来 很伤心地哭了一场 之后若再在林中碰了摔了 小团子都是自己擦擦眼泪 然后鼓励自己坚强地爬起来 再也没提过想要他报的事情 小团子第一次说要嫁给他时 是在小团子亲眼见到林中的精灵成亲以后 小团子害怕自己日后会娶别的小精灵 便哭着说要做他的小娘子 那样的话自己以后就可以永远陪着他了 那时两人都还是懵懵懂懂的小孩 一个七岁,一个五岁 何为爱情,两人并不知 但魏英却知,自打他第一次见到小团子时起 他的心里便已悄然埋下一颗名为爱情的种子 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下,这颗种子迟早会破土发芽 开出一朵名为爱情的花 就这样,在小团子一番撒泼打滚 言语威胁下,魏英终于带着小团子来到大树爷爷面前 拜了堂成了亲 自打两人成亲以后 小团子愈发的年魏英 两人之间永远都是甜蜜蜜的样子 但转折点却发生在几个月后之后 几个月后的某一日 小团子的母亲不在了 那时小团子不知何为不在了 便来问魏英 然魏英只剩心疼 却也不知该如何跟小团子解释 小团子没从魏英口中得到答案 以为自己仍旧还能每月见母亲一次 便在即将见母亲的前一日 对魏英说等他见过母亲再来找他 还让魏英记得想他 等他再来的时候一定给魏英带很多很多甜甜的糖葫芦 可自那以后 魏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小团子 他每日坐在临近蓝室结界的树上 只希望有朝一日能等回他的小团子 然而 这一等便是九年 期间 他曾意外见过他的小团子一次 那次他站在蓝室结界外 看见他的小团子正坐在后山荡秋千 然仅仅只有这一次 之后就再也没见过 时光飞逝 在年年复年年的等待之中 他逐渐长成了一个十七岁的少年 待他再次见到令他朝思暮想的小团子时 他的小团子已经十五岁 退去了幼时的稚嫩 长成了一个翩翩小公子 可是 那个他等了九年的小团子 却将他和那些幼时的回忆望的一干二净 不过 魏英虽很难过 然能在有生之年 再见他的小团子一面 他已经知足了 魏英 明明有什么东西 即将浮出水面 蓝忘机却终究还是没能想起来 因此 他便脸了脸思绪 克制住自己不再去想 可当他抬头对上魏英的目光时 他却愣住了 他没看错 魏英那双桃花眼里暗含了许多东西 有难过 有庆幸 有释然 而更多的却是 孤注一掷 魏英 再唤 一股突如其来的心慌感喜占心头 令蓝忘机坠坠不安 他不假思索 脱口而出 你会永远陪着我吗 魏英从回忆之中抽离出来 闻言便是一愣 蓝忘机手一紧 再次重复 魏英 你会永远陪着我吗 会吗 会永远陪着我吗 沉默良久 魏英垂了垂眸 避开了蓝忘机的目光 笑着道 别害怕 我会陪着你的 永远吗 明明 明明魏英已经给出了答案 蓝忘机却总觉得魏英的这句话是在刻意避开永远这个字眼 这让他心中惶恐 不安敢愈加强烈 说话的语气也极了些 你永远不会离开我的 对吗 呵呵 两人相隔两不远 半想 魏英轻轻地笑了起来 道 天下无不散的言习 天下无不散的言习 听到这话 蓝忘机浑身一颤 他眼眶突然泛红 险些直接哭出来 魏英 魏英健壮心口一疼 又不忍得道 不过 你别害怕 我会永远陪着你的 不管以何种方式 小笨蛋 我会永远陪着你 过去是 现在是 以后也是 不管以何种方式 我都会陪着你 转眼间 又是一载 冬去春来 烟雨迷蒙 笼罩着大地 白鹿死在了 又一年的春天里 这一年 魏英十九 蓝忘机十七 蓝忘机得知 白鹿去世的消息时 恰逢他从祁山回来 踏入密林 一种白色的无名花朵 开了满地 方圆极里 尽是悲伤的气息 蓝忘机再次见到魏英 魏英已经在 大树爷爷面前 跪了整整三日 不仅是魏英 几乎林中的精灵 都是如此 这一幕 沉重又惊心 叫蓝忘机 看得悲从心起 今年以精灵的尸体种下 来年的春天 便会开出一朵 离别之花 身后似有声音传来 蓝忘机转头一看 愣住了 黑熊前辈 树影下 一团硕大的黑影 对上蓝忘机 略带几分害怕的毛子 他尽可能地收敛了 自己身上 肃杀的气息 让自己看起来 平易近人 嗯 有兴趣听个故事吗 小公子 黑熊是一只 为数不多的 会说人类语言的精灵 虽不知 银河断了一条腿 然他在 林中地位 依旧颇高 亦是林中 较为危险的存在 半年前 蓝忘机 同魏英 曾在林中 遇见过几次 黑熊似乎很关心 卫英 对于跟在 卫英身边的 蓝忘机 有时候会 意味深长地 多看两眼 却也没有 表露出恶意 眼下 许是怕 蓝忘机 有所顾虑 黑熊又保证道 放心吧 就算是为了阿英 我也断不会 伤害于你 蓝忘机 威正 无声点了点头 因着断了一条腿 黑熊走起来 速度有些慢 他走在前面 蓝忘机便在后面 默默跟着 他们穿过一片蓝色 忘忧草 在花海的另一边 停了下来 这段距离刚刚好 离大树爷爷较远 却也保证了 花海中的卫英 始终落在 蓝忘机的视线 知道这片花海的由来吗 黑熊慢慢地 在花海边缘 趴了下来 蓝忘机站他身侧 他说着 便望向花海 眼里是画不去的悲伤 这种花名为 离别之花 是死后精灵的尸体 所画 每一朵花都 代表了一个 死去的精灵 离别之花 蓝忘机琉璃眼 微微一睁 听完黑熊的话 他心里顿时 对这片花海 生起了敬意 他没去接话 静静地听着 黑熊继续说 白露大人的尸体 也将会被葬在 这片花海 待明年 开出一朵 离别之花来 提到白露 黑熊眼中的悲伤肉眼 可见地浓烈了几分 小公子 你可知 为何阿英是精灵 却又不是精灵 闻言 蓝忘机微微侧手 对于这个问题 他也想知晓 可他曾问过 魏英好几次 魏英总是笑笑 却不回答 为何 因为他曾经是人类 所以不可能变成 真正的精灵 问不回答 缓机也没在 恶重心 请不吝点赞 继续 可论